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请看 这是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三种小妙招 第一种小妙招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穿针引线的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 穿针引线非常的麻烦 针眼比较小 特别家里有长辈的 怎么穿针 怎么引线 都是有一定难度的 今天教大家一个快速穿针引线的小技巧 首先准备一根线 然后将线搭接在掌心上 放在掌心上之后 我们这个小针眼 直接压在线上 上下只需要轻轻的摩擦 进行揉搓 这样非常简单的 就穿针引线了 揉搓几下 我们拉动 揉搓的线头 穿针引线学会第一种方法 绝对不求人 非常的好用 大家可以学一学 第二种方法 日常生活中 家里边都有这样的包装袋 想要蒋漆 连接在一起 不会打结 想要用多根包装袋 组合在一起 对物体进行捆绑的时候 我们学会这个方法 绝对的简单 包装袋的一端 我们注意 首先做出一个 这样简易的单截来 单截做完之后 另一端从单截的出口 将包装袋 穿入 穿入的同时 我们收尾的时候就翻转 然后从底部向上方 穿插 穿插下来之后 双向拉伸 受力 不开不滑 安全可靠 方便 又使用 第三种妙招 日常生活中 使用切割机 安装切割片 进行切割打磨的时候 时常切割片会发生 诈骗 夹片 崩片的现象 我们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 这个锁片锁紧之后 切割片发生多次的现象 诈骗 崩片 这是有一定隐患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注意细节 第一步 拆下锁片 看一下 切割片一端有铁片 一端没有铁片 有铁片 这一端朝下安 然后护照上齐全了 直接将锁片 进行锁紧的同时 再次使用 轻易就不会发生 诈骗 夹骗 崩片 的现象了 大家一定要学会 因为这个方法 也是值得我们 学习和使用的